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娱乐圈的明星辣妈们出门不带个娃 都不好意思在娱乐圈混 这部8月11日呢 爆雷就和他们家的小公主贝尔 一同要受邀出席活动 那萌娃的魅力啊 可是压过了在场所有的明星啊 红毯上身着黑白拼接连衣群的母女俩 起起亮相 一瞬间就吸引了所有媒体的关注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 当天亮相的贝尔 一改往日鬼马精灵的形象 面对镜头手中紧紧抱着洋娃娃 开上去竟然略有些羞涩 随意的摆几个造型后 小萌娃在背景板上签名 这一笔画看得出 老妈爆雷在家是有调教过的 虽说贝尔当天是陪着老妈爆雷出门开秀的 不过一到现场自己却成了背看那一个 这还不是因为除了有一张可爱的脸蛋外 贝尔还有一双逆天大藏腿吗 你瞧连国际小姐张子玲都忍不住 膜拜其小贝尔天生的优势 我知道她有一双大长腿 然后看到她想到了我小时候 但是她好像比我小时候要更漂亮 女儿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当妈的自然是骄傲不移 这部面对镜头爆雷 也不忘小小的臭美一下 很多时候她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她说妈妈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裙子 我要很长的 要落地的 她其实小孩子有她自己的审美 其实那是现在上海才要舞蹈 我怕她复免不住 你要好行 下来 trouble 你们快 你怎么了